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哭老爸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 有心生和目世 虽然不是怕天荡的故事 但是平凡中因人怀念 恰恰明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国家电影视频文化发现 就能聽到,我會成功 作業的資訪 甚至美貴人,甚至網路 甚至很多關注 有這麼多長官、指數單位 對我們這麼關心 我們自己經過要努力 我們不可以讓人希望 你像文化部 文化部部長一天來 其實派到文化部的幹部 然後他就要求我們提供 像我以前的節目 希望可以在我們國家電影 視聽文化中心 這是一個國家的電堂 就是說,我們代理的東西 它可以在這裡 可能可以聽到 可以聽到 我們代理的水 和我們代理的一些豐富的內容 我們已經有咖啡在大 他只有選一塊 我以前聽不懂的心情的故事 其實齁 我現在有時候 又跟他聽到以前的故事 我聽到會覺得 我便聽到都會發脾氣 回復 又聽到我以前做的節目 我都覺得很感動 做東西 你要做出 你自己就去感動 別人怎麼可能會感動 做節目不能只想說 應付時間 尤其是怎樣 你要做出特色 你要做的東西 你做到出來 給人真的可以感動 那在文化部的聽聽 他也覺得 哇,這心情的故事最讚 那種東西只要聽到 整個會對台語 台灣歌 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水 會完全的改觀 未來就是在 國家電影視聽文化中心 就能聽到 我會聽他們 這是我們 李永的部長 這會 他來參訪後 他特別把我們的東西 拿去文化部 就是國家視聽文化中心 去那裡讓人聽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 你都有機會去創作 你的價錢 不要忘記回國 自己做這個 比較認真的 你很有機會 但你如果自己就不會欣賞自己 你太聽眾 才有可能 他會跟你欣賞 所以大家 要經加認真努力 要求進步 要建立求健 究竟不能滿足於現況 不可以做得挺順 這是我對大家 最大的一個基盤 贊助家的感謝 在這裡文化 給大家拜一個 招禮 祝大家 身體健康 大家 越來越好 大家互相 離開 謝謝 謝謝